你怎么看这个局势对于美股的影响又大不大呢? 当然了,经济数据可能影响更大 我们怎么判断后市走势呢? 其实如果你说美股,影响因素来计算 当然了,台海局势不是完全没有影响 但是影响性来说,我认为暂时不算太大 因为反而我认为美国自己的经济数据 或者前景,甚至加息那样东西 会看得比较重要 大家记得过这几晚,例如大前一晚 佩洛西刚刚登陆台湾 其实反而那一刻,初段美股是上升的 但是为什么那天的卖单价下跌呢? 因为那天的中后段,看到处局的官员有几个 对,说话比较硬 那马上来到市场是回答的 所以反而,你记得那一刻,这样看影响性 都记得到市场对于加息那样东西 比台海局势更敏感 因为现在所说的台海局势 其实整体对美国的实际风险 其实不是太大 因为你记得北京的所谓动作 或者军演等等 其实对于美国的角度来说 都算是比较克制的 譬如你是特意等阿普洛西走了 才开始军演 其实整体的指向不是指向美国的 虽然它有谴责 但是反而是看台湾那边很多 所以我想暂时来计 对于美国那边即时的风险 其实不算太大 但当然要继续留意着变化 毕竟昨天才开始看台湾军演 变相实际情况是如何呢 有没有大家害怕一些擦枪走火呢 甚至乎之后会再升级到互相制裁呢 制裁这一环可能中美就会有些因素 这也是要继续留意着的 但只不过即时 你说美股受着这个因素的影响 暂时看来不是太大 所以反而继续留意着经济的情况 特别像你所说今晚 始终都是飞龙和失业率等等 这个很直接影响着 大家怎样看9月的价值 因为暂时还是觉得9月是加50点 应该放轻一点 然后到11月12月加25点等等 所以看下今次数据是怎样去演变 如果继续维持这个方向 甚至乎可能假设是再夹多一点 其实美股可能实在弹多一点 其实是不奇怪的 但当然过去几个月的日期都这么说 就算无论反弹或者怎样也好 不要觉得美股立即重新到大升 始终整个格局是不同了的 只是说水源那边 都和以往不同 现在是说收水年加息年 你和去年和过去几年真的很不同 所以我想会弹 但未必真的会大升 你以道指或者标志正登为例 其实一样向上是挑战 之前五月份的平台位 我想看着之前这个平台区 大概33,300至33,400 附近做一个短期的目标 我想一步一步看位去做 如果破到这位 才将反弹的目标再上推 会比较好一些 会比较好 进去 我这边就已经摆不住了 我讲不住了 我现在大家都不在摆备了 根本说我们可以在监每一部分 我现在在一个中央 我们的灵害 我现在只需要